投資獎日本央行積增15個基點 盤後日美股急拉 反轉就在明天嗎 對啊日元怎麼會急拉 哇日美股是盤後 哥 急拉 變怪獸了 哥急拉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講 但是呢我們獲利出掉的 中華跟新日新真的好慘喔 今天打到點停板還破底 但真的很想要知道啊 日本央行積增15個基點 在盤後日美股也急拉 反轉就在明天 日本央行決定對基準利率 升15個基點 0.15% 這代表是什麼意思 那我會告訴你 為什麼日元的套利交易這麼重要 我再微微地道來告訴大家 可是就基礎現行來講 今天卻是台灣股市 甚至美國股市最危險 最危機的一天 你覺得明天有沒有反轉訊號呢 當然如果今天美股大展 或許有一絲絲希望 我們從線圖從基本面來告訴你 明天到底是不是 反攻的訊號正式響起呢 大家好 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7月31號 台股下跌24點 收在22199點 市場等待科技巨頭的重要財報 美股指數多數收黑 不過微軟以及AMD在盤後公布財報 微軟則是下跌2.76% AMD則是飆升7.64% 台股今天開盤則是先反映美股的縱挫 全肢股走跌 不過在10點過後 台股向上拉超過200點 來到了22315點 最後漲幅收斂收小跌24點 而月K則是收跌832點 後續盤視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全國冠軍記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粉絲人數最多 一樣講座 場場爆滿 全台灣創銷書排名第一名 也是空手道大師 擁有空手道三段 在這一波下沙2500點 空手全身而退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哲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Coco 各位朋友大家好 7月份你開心嗎 7月份應該好像速度跌2000多點 今天是7月份的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 你開不開心 不開心 你開不開心 你要找投股界第一名分析師 等一下我尋賞200萬 尋賞200萬喔 200萬我說真的 我剛才文章已經有寫了 尋賞200萬 搜尋 第一名分析師 如果不是我的話 因為剛才今天月底了嘛 對 摩爾投股就是月階第一 這個月打破投股紀錄 打破摩爾紀錄 你要是第一名分析師 我請問你今天這樣有點 大盤到處也是跌嘛 對啊 然後貴買也跌 也跌 很多股票還破底 新日星啊 然後MG啊 就中華車啊 Oh my God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巨愛頭的歌 慘了 常常會 因為現在年輕人很多都聽頭歌 怎麼辦 怎麼辦 對不起我有點走音 這不重要 專業度在就好 對 怎麼辦 怎麼這樣 反正是Oh my God 哇 股價很強 像Oh my God 股價好差 怎麼會這樣 還有日圓的那些獨家的想法 哇 今天升15基點耶 對 哇 等於是0.15% 升那麼多已經來到海嘯以來新高 這代表什麼 會不會牽動全球數十兆數百兆資金 等一下聽我威威到來 好的 因為今天台股呢是想攻又攻股上去 今天一度呢是站上了季線 但是又失守了 五盤之前呢是拉到了22,300點之上 一度很開心喔 但是呢五盤過後又翻黑了 重點是今天成交量依然沒有出來 而我們獲利出掉的中華 還有新日新今天都跌停板還破底了 還有獲利出掉的偉創廣達 音業達今天是破底翻 那呢台股今天 雖然 台股應該是想要上攻 但依然呢功德無量 想要攻但是呢卻沒有力氣 雖然呢棋子是長的 但是上櫃還有大盤都是在跌的 還有呢日本人是確定升息啦 那接下來行情要怎麼看呢 有請投資長 今天很刺激啊 刺激 今天很刺激啊 我們先來看一下有些股票真的很慘 剛才講這些你們有沒有感覺 新日新 這只股票嘛對不對 對 出掉囉 新日出掉囉 今天那樣破底喔 就算了2204 中華 中華 這真是實在的喔 現在很多人喊自己空手做空喔 只要真的空手到專家喔 中華今天很慘嘛對不對 對 看一下我們的訊息 嗯 我沒跟你模擬不清喔 我也不會跟你講什麼一些 喔要秀什麼秀什麼我的訊息 然後一會是特別會員 一會是普通會員 然後有些特別會員不知道幾位 要這樣秀的話 我每天可以秀展廳版啦 不是 要有本事去全部秀普通會員的 我頂多喔 我給你秀個特空會員的 有 我都是給你秀普通會員的 這還叫真材實料的真正的對戰單 我們來看一下來 中華有沒有除掉 除掉了 有 而且我不是大跌之前才講的 對 喔不是 我是大跌之前 我不是大跌以後才講的 唉唷 我早就告訴你出清的 不是啦 我是分析師不是魔術師啊 不需要做這種事情啦 有沒有除掉 除掉了 25% 127元 請問你告訴我多少錢 現在97塊 97不到百塊 好慘 好慘 跌了快30% 嗯 慘不慘 今天跌停板怎麼辦 來啦 新日新 你看一下 出掉了 337670新 賺17% 好像不多是不是 可是你看 怎麼樣 現在是不是下去了 是 今天大盤不是看起來很強嗎 為什麼很多弱勢股 還是很弱 還有一些不是我們的股票 1519 可是大家很喜歡的股票 滑成怎麼辦 怎麼辦 滑下去了 怎麼辦 稀里花拉滑下去了怎麼辦 6869 雲爆 我是說這種股票我碰 對 有 當然我不是說碰得老實就不好 我先跟大家講 我不會特別針對誰 我不會特別針對誰 折粉要站起來 因為你今天站起來 決定你的日圓的一個走勢 決定一個美國股市 我們來看我們今天折粉多少人 好不好 好 因為今天有人特地來Line我 來私訊我說 鄭澤 有人說 你不是業界第一耶 我聽到很生氣 我不知道是你們故意要爭奪 爭奪誰是不是第一的 ADR大噴 ADR ADR反正就已經噴3%了 你想是台積電ADR是不是 日本升息 美國日股怎麼噴出去 沒有錯 沒有錯 你們先按讚 等一下我告訴你為什麼 好 這個明天有可能是轉折點 今天直播人數少了 也沒什麼不好 哼哼你直播人數3000多人叫少 那你一集幾萬人 不好意思 一集大概10幾到20萬人看 訂閱人數也是一樣 你有看到誰真的比我多 沒有 就分析師這樣收會員的方式 尤其是Line粉身數也有十幾萬人 同樣 我一直要跟大 因為現在7月了嘛 很多人財報很多人財報 摩尔有財報 也有些還有半年報財報 我們投顧界的都沒有秘密 摩尔投顧就是業界第一 摩尔投顧如果不是業界第一B 我給大家100萬 檢舉我的人 你聽得懂嗎 懂 我如果則不是業界第一 我一直在講 我再給什麼 再給大家發 1萬份雞排 北中南好不好 好耶 好不好 那你吃100份也沒關係 1萬份吃不完 吃不完 好不好 那這樣還要花100多萬 尋賞誰贏我 沒有人出來 那請你叫我金門第一 叫我真正第一名 好不好 這會員人 會員人數 會員總收入 絕對是業績絕對低的 對 沒有比我紅 沒有了 雖然我這樣講出來 大家同意會生氣 可是因為 我也不喜歡明明就不是 別人就不是第一 然後偏偏要講是第一 我也不要講是誰 我會講我就是第一 不然這社會真的很不公平 你告訴我有誰像我們在台風天 來錄影 沒有 我昨天凌晨 又是快12點發文章 連續兩天 對 你們都覺得空歡喜一慘 有沒有 炸下去破底又拉起來 對 可是我照發文章 有 你怎麼會覺得不比我認真的 哪會贏我呢 這世界上的公平嗎 不公平 你告訴你到現在20幾歲30幾歲 你還相信那些奧運冠軍 然後跟你講說一天只訓練3個小時 有可能嗎 不可能 所以你怎麼會覺得有些人沒有比我努力 然後會贏我呢 這是事實 台灣股市現在今天這樣看起來好像要開始反轉 我告訴你沒有 因為一堆 一堆什麼 一堆財報出來 來 今天是微軟 超微舊的微軟 對不對 對 超微 那個大跌怎麼樣 大跌8% 可是微軟的雲端業績 跌3% 沒有錯吧 對 超微 我昨天 對我跟你講 我這個時間搞錯了 這個昨天是那個 我們的 小編 我們的研究人員 研究人員寫錯了 好不好 我也痛罵他 你記得都有聽到嗎 有 哲哲就機車 不好意思 所以我業績低 我會員人數最多剛剛好 你們不開心我坐機車 有時候你們想說 我給coco壓力 的確我承認給coco壓力 coco雖然都不願意承認 不願意承認 沒有 你覺得沒壓力 有 沒有 有啦 有 可是你走應該不是原因吧 不是 不是原因 這個沒什麼 我都跟大家講 我有抗壓性的 我是有抗壓性的 他是有抗壓性的 他是有抗壓性的 所以我欣賞他 每個人都沒有什麼 每個人 像我也有累的時候 只是我會把他查得很好 然後可能一小時內 30分鐘內 就搞定了 像你可能不知道 我剛才在錄影前 我其實滿身大汗 肚子很痛 可是我現在完全充滿了活力 講出來了 沒有什麼 我不在乎 所以我跟你講 就等於我懸賞100萬 趕快 誰說他第一頁 誰說Live 人數是最多的 Live 人數比我多 或者業績比我多 或者是 或者是說 會員的 會員人數 與其說會員人數 不如說會員的 費用 費用金額 總金額 還有就是說 摩爾的業績也是一樣 會費總金額 哪一個 其中有一個贏我 我都給 所以我最多可以給到600萬 重播給你們重播 為什麼 因為我都講話很直接 我不喜歡人家 我不喜歡我騙你任何話 有些操作這一塊 昨天 操委搞錯財報了 搞錯時間了 我照練 我也說念 昨天操作也是這個事 我今天就要給你看 這這多機車 你看一下 你們兩個自己看 我正在念他們 其中兩個人搞錯 有沒有看到 就是有個對話訊息 我罵他們好不好 你看 怎麼樣 是呀 萬人寫 空蛋空蛋要留餐是不是 後來有寫啦 只是一開始沒寫 你懂不懂 這是對話沒錯吧對不對 我叫你們自己看 然後我叫你們自己看 你們兩個自己看 幾點幾分 10.57 我叫經濟把對話截圖給我看 職業5.57 哲哲有沒有恐怖 很變態 就是機 我就是機車 可是我很敢給 好不好 之後錯誤 他絕對不會再發生的 之後的會員狀況 一定會謹慎 對不起投資長 你懂嗎 懂 好我們快睡 明天再講 好不好 這大概是 這個不用 這個是我以前 這個是在 好像在銀行端什麼的 這個是哲哲的照片 這是20年前照片 你不用擔心 30年 要快20幾年前照片 這是很可愛的一個小女孩 對 跟我沒關係 下午11點 你只能快睡明天講 有沒有 這是我沒錯吧 沒錯 20年前 我 有有有 還是像 看以前年輕的時候還算OK OK 有沒有 好像比一些好看 不見了 不見了 那什麼 比較模糊 你比較模糊 你20年前拿什麼解析度 好啦 然後咧 然後我念他們 這個你可能看不準 我們直接看Skype就知道了 來了來 這個在Skype裡面嘛對不對 你看這個都是一樣 給你們看一下哲哲 為什麼 因為我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所有的績效 的表現 所有的奧運金牌 所有的業界第一 都一定是比誰最努力 一定是最努力的人得第一 一定是 好不好 你可能會說什麼嗎 你看 我這邊 上午兩點多我還給他錄音 2點17分有沒有看到 很恐怖 錄音 錄音 2點17分 凌晨2點有沒有看到 凌晨2點 下午10點17分 然後這邊是凌晨2點 沒錯啊 對 我來錄音啊 凌晨2點有沒有看到 然後早上6點他回覆我 凌晨2點17分 我來跟他講別的事情 好不好 好 我來準備好了 錄日圓 是因為日圓升級的大碟 我要告訴大家 我是第一個大碟而講分學師 2點17分有沒有看到 有 上午凌晨2點17分有沒有看到 有 我是要告訴你之前就是說 所有的暫停板 所有我在台上的匆忙 包括今天很多股票下跌 如我預射走掉 都是我 鴨子滑水班 鴨子滑水怎麼樣 很優雅 下面一直滑水一直滑水 就是凌晨2點 有沒有看到 這麼誇張 而且不只一次你跟他們 為什麼要丟在Skype上面 因為我們家講好了 除非有重要的事情 我非常不高興的事情 我會LINE打電話給他 不然基本上我們就寫在Skype Skype就是 你要記得明天第一時間要處理 我非常不高興 可是凌晨我不想打擾你 我先跟你講我的個性 好不好 因為這個是對就對 就錯就錯 為什麼我昨天氣 因為 譬如說我們在跟大家講 譬如說奇惡會員會知道 奇惡會員昨天 破綻空單 單衝空單不是走了嗎 破綻空單沒有走 可是沒寫得很清楚 只是寫單衝空單走 那四爺台大畢業 他以為每個人都像他一樣 這麼了解狀況 我說不行啊 有些會員是老媽媽 你單衝空單走了 不代表 不代表破綻空單 就要流倉啊 他以為單衝空單要走了 那以為另外一筆空單也要走啊 你要寫清楚 沒寫清楚後人家說 我今天空單都走掉了 我真的會生氣啊 你只有交代單衝空單 你沒有交代一筆空單 你以為大家覺得沒有講的 他說我10.8要流倉啊 你10.8要流倉 跟1.8要流倉有什麼關係 你中午肚子餓 你中午肚子餓 你晚上肚子就不餓啊 你中午吃飽 晚上就不想吃東西了 會 會 我非常氣這個地方 所以我就凌晨跟他們講這些事情 我告訴他們做人做事 其實做研究還有做會員服務的差別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這個 今天他們會覺得難過 被節目上編 可視者的該給就敢給 你懂嗎 懂啊 我給世瑤給誰 都是好 反正我就說 我不要講哪一個人 我就是可以給到研究助理 可以給到1000萬的年薪 歡迎你們去業界去問 歡迎你們去業界去問啊 我講很多實話啊 接近1000萬年薪啊 沒有我再給你1000萬 我就跟大家講 所以 這些事情很重要 我們先講做人做事的道理 做研究的基礎 我再講行情 今天我有感而發 那你知道我是業界的第一 你看我今天發很多 毒事啊 真的 還有錢 600萬 還有錢 好那個扯遠的 這個就是他們今天一群人 一群人做一堆錯誤的東西 我們先講 超微舊的微軟 可是超微舊微軟 你就是客戶端的應用比較好 你就是賣產值的比較好 還是挖金的人比較重要 賣 賣鏟子還是挖金 賣鏟子 挖金 挖金 然後你可不可以講話 挖金子的人比較重要 挖金子 為什麼 因為決定要不要賣鏟子 決定要不要鏟子賣得好 對不對 我會掏金紗嘛 對不對 一定是什麼 看有沒有人想挖金 一定是看有沒有挖金 一開始大家說 哇我這邊有金紗可以掏 結果挖出來只有金紗巧克力 也很好吃 久了怎麼辦 就不挖了 這鏟子那麼貴 鏟子動輒就幾千萬 現在NVIDIA AMD就是賣鏟子了 好 可是現在微軟已經告訴你資料中心 營收沒有很好 甚至預期可能雲端發展 甚至AI發展不會這麼快 怎麼辦 你要記得 AI發展不是以前就沒有 現在都是 現在AI一直發展 只是沒有像以前那麼快 你可能要休息一下 那今天微軟告訴你財報很好 告訴你資料中心告訴你很好 可是它市占很低 可是比較市占比較高的客戶 就是不同的市占 一個是說賣鏟子的市占 AMD 賣這些顯卡賣這些晶片 的市占比較低的 AMD告訴你以後 我的行情大好 我的營收大好 可是它市占很低 跟一個市占比較高的客戶 告訴你沒有 我們需求可能不一定有那麼好 怎麼辦 當然是以客戶為主 對啊 懂嗎 以終端需求客戶為主 所以我跟你講我並不認為 結束這一切 我的意思是說空投 我並不認為空投就結束了 現在進場的都是義勇軍 我們再看一下 來看一下 你自己看 所以我不懂為什麼 外資是要賣 有賣 你自己看 在拉嘛 沒關係 外資又賣164億 投信用自行商一直買 今天自行商 我昨天已經有解釋了 可不可以 你們可不可以有時候問我問題 可以先 每天看我10集的 先看我一個月節目再問我問題 對 先覆蓋一下 你這樣不跟蹤我啊 為什麼你不看我節目 然後我回答你自行商買賣超 我已經跟你講自行商有造勢 有自行商有部分的行為是作為 他自己操作 譬如說我是元大 我自己操作 我自己 我自己有部門 我炒一個操板手來操作 可能金額不會很大 那個買跟賣不會金額很大 你聽懂嗎 可是現在為什麼一面倒是負的 是負50幾億 甚至負100多億 你聽懂嗎 每天那麼多 一般自行商金額不那麼大 你懂嗎 他們很保守 你每天賣100多億 你覺得自行商有那麼多錢嗎 沒有 沒有 一般自行商不會準備這麼多的流動金額 拿那1000人操作 那操作倒了怎麼辦 虧錢怎麼辦 所以現在自行商賣超 在我們業界都知道 那是因為申購ETF 所以今日自行商的賣超 而且賣超金額那麼大 是申購金額很多 所以今天自行商賣超完全不重要 因為他是明天投信的買超 所以你直接看投信的買超就好了 投信 買超59億 可是外資賣169億 每天都在賣 誰在接 誰在接 投信 賞戶 賞戶 義勇團賞戶 都是一樣好不好 來 我還是希望直播人數有沒有 少一點 為什麼要少一點 越準 上次你們記得崩盤的時候 直播人數3000多人 是對 日本怎麼噴的 我給你四個字 利空出鏡 這是利空 利空出鏡 利空出鏡 可是問題是 升息是確定的 而且升食物基點是確定的 好不好 夜盤才長130點 這130多 我們來看一下 可是我跟妳講一件事 看一下 130點算多 怎麼不算判什麼 這算多 可是因為夜盤極拉 可是你要想一件事情 今天台股已經是正價差200點 我再跟大家講一件事 因為台灣股市真的運氣不錯 要崩盤的時候有颱風就他 就他兩天 然後每次要崩盤的時候 其實今天就日本股市來看一下 就美國股市來看一下 130點多 所以明天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 沒有錯 來 肺磅是已經破底了 舊肺磅的線圖應該破底了 可是好 就算今天肺磅哪個漲個3% 他也是一個 這邊頸線還是在手啊 頸線有沒有再次站上去也不知道 你懂嗎 懂 好 這頸線是這邊 低點花一條線這邊 好 上次的低點花一條線 叫頸線 懂嗎 懂 那斯達克你今天是拉上去 你能拉幾% 然後現在看起來漲1.5% 如果最後沒有漲呢 又再一次跌呢 我告訴你台股萬劫不負 等於台股在這邊打了好多次的底 都沒有意義了 你們為什麼一定要在這邊做得多呢 台灣股市問你股價性質比 是不是還是高於2.2以上 對 2.2以上 2.3以上 沒有錯吧 沒錯 那都是歷史高點 台灣農資有沒有很高 有 還是很高 還是疫情以來 甚至是2008年以來的新高 還有包含質壓 還有很多人借錢來買 那你為什麼 畫面給我 你為什麼不像我一樣呢 喊一句話叫做來 買美債好安心 美債號 很安心 多少錢 946萬 賺的 賺的喔 很多會秀對戰當 結果秀一秀 業界秀那些 很多人都會秀對戰當 秀的是普通會員 然後加一堆會員的神奇績效 不然就是我買無比 也算進去績效 這叫真實對戰當 這不叫真實對戰當 我真的希望就像我這樣子 反而是先秀賠錢的 每次都是 我每次都先秀賠錢的 而且秀我自己的帳號 這不會造假 因為很多人真的還去證交所查 查不出所欲 因為很多人 恨我恨得牙牙養 因為業界第一就被人家忌妒 你看我今天是很豪氣 我怎麼豪氣 我直接跟他講我懸賞600萬 只要摩爾 有人贏摩爾 有人Live人是能說贏我 有人業績會費總收入贏我 其中一個我都各送200萬 然後讓你們吃300萬的雞排 3萬份 對啊很多 這個應該全台灣最大比的一次吧 絕對會變成新聞 我不怕 雞排店吃垮了 我不怕怎麼吃垮了 應該是賺到錢的一些邏輯 300萬賺到錢好不好 北中南 你們想吃雞排 想吃雞排 你可以問其他人到底誰是業界第一啊 好 好不好 今天空單外資空單 37,129口 也沒有正式回補 你在怕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台灣股市 我一直不看好它嗎 因為都是義勇團賞戶一直在拉 你們ETF 我說ETF月跌要買沒有錯 可是不是這種跌一點點就要買 你才跌個4%而已 你就買好像如貨自保一樣 不是這樣 知道嗎 好 浪子浪飛一回 好不好 蛇蛇進去 你越努力 運氣越好 the harder you work the better you luck 對 這個很不錯 這是我的名言 應該說我本來就是 我本來就是這一句話 我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跟我自己講話 結果每天都長大後發現 外國也有這句名言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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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有些八倍特的想法 其實我跟他是不謀而合 就是不多說了 贏第一的人找到了明天哲哲 沒有錯 相信哲哲乾空兩口 拜託你不要相信我 因為你不是我會員 我幫你負責任 其實我有這麼槓桿那麼高 OK嗎 對 OK 對 AMD盤後大漲反正帶走揮打 跟台積電的ADR 沒有 你這個邏輯錯了 真正拉起來是要給他看一下 為什麼現在盤後大漲 真正拉起來是因為 你看看那個 剛才那個日本央行的 韓展有說什麼話嗎 你再幫我樣一下 剛才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 因為現在為什麼 納斯達克剛才一度跌1.6% 從漲0.9%到1.6% 是日清指數拉起來了 所以的確日圓會影響 只是他是走 我不期望的方向而已 今天的確是日本股市 跟日圓決定走勢 因為是日圓指數 帶動納斯達克走勢 你們不要先來請示牙 看一下那個時間圖 好不好 要記得我的邏輯 只是他最後不是走 利空的一個行情 他走利空出去 就今天 可是中長期而已 我還是覺得 會走一個利空行情 因為 借貸成本的確變高了 你聽懂嗎 好不好 轉折之丸到底誰知道 我不會常常講我自己轉折之丸 應該是別人老師講 你也可以稱呼我沒關係 可是我自己 我不會習慣用別人的稱號去講別人 好不好 整個書很不錯 蓄勢很簡潔清楚 我就說 買一本拜讀以後 給自己小孩也好 沒有錯 這絕對可以幫助你 如果你資產有幾千萬以上 你小孩就這樣 傻傻的去買ETF 他10年後 30年後 你相信我我會幫助到你 我做這個事情是做上次的 不然 我都說了 我業界第一 其實我匯費收入金額很多 那為什麼我要去賺一本60萬的錢 我一本30元而已 不好意思 你在那個 我看到很多人在成品啊 輸品啊 謝謝我啊 感謝我啊 那其實我還是只賺30元 為什麼 真的是為了成就感啊 為了能幫助到你 你養那個coco都不值了 不值了 我還答應他 今年要給他好幾個月的年中獎金 因為某某就創新高啊 當然要給多一點 好不好 日幣宣布升息後 台股有真的殺一點 有殺一點後又拉起來了 沒有關係 可以買入中國ETF了嗎 你先買書好不好 你們這叫做問題問太多 每個都問問題沒有要回答 好不好 7月封3000點 大概整個點數多少 我們看一下月線 今天是本週最多 最 總共跌 月線 總共來跌830 沒有 這算錯了 對月線我也是看這個 830 不可能啊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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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6月30號收的時候是收 2300 然後只跌830 可是散影線很高啊 有 可是你從最高點跌是跌的 差不多是 差不多 2500點 好不好 可是月線跌840 可是你看到第一次月線這麼醜 而且散影線那麼高 真的 真的要串心高很難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來 思雅你看做事情多快 看思雅可不可以把兩張圖合在一起 你看納斯大哥什麼時候拉的 1點半拉的有沒有看到 有 1點半 為什麼台紫棋最后 台股最后下殺 可是台紫棋 從1點半後起拉 那台紫棋1點半後 增加差已經100點了 現在在展100多點 變增加差200點了 嗯 你聽懂嗎 你看1點半 這邊1點半 1點半沒錯吧 沒錯 沒錯 我們對過去嘛 這個畫個星號有沒有看到 有 對過去又是起拉 拉上去 這是1點半 對 啊這什麼納斯達克起握 是不是 對 小納納斯達克 1點半是起拉 起拉啊 對不對 好 你們看一下1點半誰拉了 1點半 有沒有看到 日經指數有起拉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對 日經225有沒有起拉有沒有看到 1點半 那是1點半 看這個是要 你是看日經225是起貨嗎 如果你用日經225的起貨更快 聽懂嗎 嗯 好是要你看一下 你拿日經225 這個看起來1點半嘛對不對 對 是有拉 有有起拉 拜託看起貨 是要再給你日經 我看日經的起貨 你聽懂嗎 看大盤感覺好像是有點 被帶動的你懂嗎 1點半對不對 還是一樣起拉嘛 如果看日本的起貨 日經的起貨1點半 會更明顯是他帶動納斯達克起貨 你看我做每一件事都會斟酌他的邏輯跟原因 我還是要強調一件事情 如果所有的客戶都告訴你 我的AI運用沒有辦法賺到錢 我可能會減少投資 暗示你怎麼辦 他不會明講明講是直接崩盤的 是AI股直接崩盤的 所以你們怎麼會覺得現在很安全呢 為什麼不讓子彈飛回 臉書只要其中一家 臉書蘋果亞馬遜 開第一槍就好了 現在我只要有人開第一槍 我AI投資我要減少 花太多錢了 或亞馬遜我要減少 或者運用要很少 可是資本支出也要適度的 他只要講資本支出適度的 我減少資本支出 就慘了 只要一個就好 然後廢的告訴你 我們景氣不好 我們會提早降息 也會很恐怖 我覺得廢的這個機率比較低 可是這些只要有一家 就很危險的 你真的不要覺得連續兩天晚上 折折好像很開心很臭屁 都被打臉了 從頭到尾台灣股市也不巧 只要一顆一個黑K就夠了 再看一次 真的不需要今天晚上追這個期貨 他說因為日經期貨已經換日了 來看一下沒有走勢圖 沒關係 你用日經期貨的期貨 反正用日本股市看也知道 是日本股市拉台小納的 那我再看一看一下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東西 我們再冷靜一下 台灣股市 再看一次 台灣股市看起來是不是有打底 漂亮吧 有 你看日本股市 廢半是不是很醜 一路跌 今天如果廢半沒有漲 只要沒有漲 明天台股插了一旦 納斯達克沒有漲 插了一旦 或者好不容易拉起來一點點 然後結果公佈 來臉書 然後告訴你說AI我要減少投資 或禮拜五早上告訴你要減少AI投資 我告訴你 慘了 真的 萬劫不復 你們真的不要這樣追好不好 你們找我 真的找我 好不好 我都敢給你賭了600萬的 欸我真的敢賭咧 欸你們乾認識我不知道 欸你自己看我丟多少 9000多萬 嗯 我不是要跟你炫富 我炫的是勇氣啊 就算有人幾十億 他也不敢笑我這台秀帳號啊 對不敢 不敢啊 他會被人家先笑 而且我每次都 我每次都故意讓你們被先笑 你要懂 我在想什麼 所以日本央行的確 基增15基點 他會影響那個套利交易 以前是借日元去買什麼 像巴菲特一樣借日元去買日股 借日元去買什麼 買美股 買美股 那因為現在成本激增了 會不會有些人會還 有可能啊 只要慢慢一滴的還 就會影響國際股市 只是我今天看到我展的 就像你講的嘛 我今天看到我生息的 房貸成本變高了 我有可能會還一些房貸 可是不會急著還嘛 可是那還是一個持續的動作 你懂不懂 因為利息成本變高了 不是每個人會受影響 可是有些只要部分人受影響 就會如雪片般的飛來賣壓 然後就雪球般越滾越大 你要懂我邏輯 所以現在行情真的沒有比較好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哈馬斯的首領 被暗殺嘛對不對 哈馬斯手裡你要記得一件事 這個我也研究歷史 哈馬斯 哈馬斯 巴勒斯坦的人 對以色列的人恨 是恨之入果 他不會是一個政治人物的結束 就代表他不攻擊 你懂不懂 那沒有辦法 那沒有辦法 宗教的仇恨那沒有辦法 你聽得懂嗎 懂 所以這個哈馬斯影響結束了 會不會影響以色列的戰爭 對巴勒斯坦的戰爭結束 完全不會 可能還會更激烈 而且以前也有首領被刺殺過 被震亡了 然後還是繼續打戰的一個前提 記得我尊心 重點除了這打戰 現在是賞戶打戰 今天還是外資大賣 義和團賞戶跟八國聯軍 看起來好像賞戶贏 可是這賞戶信心太強大 強調到我覺得誇張 而且是不應該這個點位 好不好 所以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還有我還是要說一件事 我股票 我有賺錢我都出清了 我已經出了十幾檔了 你是我們部分股票 有 當然有 可是重點是我逢告 我的案子暗示你出掉 我從來不去跟你殺這些王 我不屑做這些事情 好不好 對 這跟大家講的 好不好 歷史專家哲哲 OK 你兩天其實都拉翻好 沒有關係 我一直跟他講 真正大戶不會在這時間亂進場 而且每一人都跌不下去 所以這裡的低點 你講的沒錯 沒人跌不下去 可是他現在是看起來要反彈的 不過反彈也沒量 對啊 好不好 主客伯才跟 跟黃仁欣說他是好客戶 主客伯跟黃仁欣說好客戶 是主客伯 是客戶吧 應該是 那個續續有點 有點不太一樣 感覺一盤相反的 沒有關係 八國聯軍 沒看哲哲晚上睡不著 謝謝你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他什麼要講的 講股票好不好 好 國巨很強 所以我跟你講我現在 接下來我會買一些最近 看跌的股票 什麼時候買我不跟你講 元泰 這是可能是我的 看跌股票之一 國巨 基本面真的不錯 現行真的很漂亮對不對 漂亮喔 國巨 眼鏡要調了 再請金金幫我 找眼鏡店調一下眼鏡 沒有我跟助理講話 有 對是另外一位 然後2327國巨 然後他什麼 3374 3374 精彩 這都是我要考慮的股票 可是我希望他們回檔 你看啊前陣子不知道回檔嗎 這下去這邊買的更漂亮 沒有呢 沒有就選低機器啦 不然我幹嘛 找回檔的股票 盡量啦我會選低機器 就是我會選 比較看跌或者 跌很深的股票 我一直講清楚喔 這也算看跌 可是太看跌我又不敢追 你聽懂嗎 你懂 你這個有差別 這個有差別 然後00687b 我問你呢 你看每天 哎呦我問台灣50 怎麼辦 欸我跟你講 00687b長成這樣子喔 他還沒有長回去年那個 升級最後一波 好像7月來9月的事情 那時候上33塊 做研究應該要至少上33塊 再漲10%要漲35塊 理論上 這樣理論上升級前 那一刻 9月升級那一刻 股價已經到35塊了 哇 歷年人的研究至少33塊以上 對 你不賺10% 到時候我已經賺20%了 嗯 什麼意思我已經要賺2000萬了 嗯 就說在20% 你們搞清楚啊 2000萬是不是錢 是啊 夠很多人一輩子過身 可以 我錢多 用錢多的做事啊 我一直在炫富 沒有啊 我跟你一樣 從10萬塊起家啊 對啊 好不好 也跟你一樣啊 吃起家機啊 對 對不對 我就跟你正確的觀念 記得一件事 不要亂融資 真的 融資都是運氣好 不要亂融資好不好 你幹嘛給你賭自己 是10萬中選一的人 99.999%的人 都是賠錢賠光光 不要 好不好 不用融資也可以賺錢 賺比較慢而已 齁 記得一件事 所以現在還是一樣 然後我今天要跟大家講一件事 有些人說Live是最多 這都可以不用騙了嘛 點鑽牌 Live 對不對 對 加進去對不對 人數 人數還有人數 167 誰會比我多 沒有 都說賭200萬的 這個可以賭200萬的 100萬給檢舉的人 所以我騙他的人 另外100萬 我發1萬份雞牌 奇怪為什麼大家都沒有對這個很興奮 因為知道我這個雞牌發不出去 發不出去啊 像上次我說要攢1000點 台灣股市要攢1000點 在1萬2000點的時候有沒有 對啊 然後12629 我那時候大家很興奮幫我數雞牌 有哪幾家雞牌店 所以大家覺得你們都很相信我 謝謝啦 謝謝啦 所以這個就是實在不實在 所以別人 我不管誰 可是請不要說他是業界低 真的不好意思 這真的很認真 這很努力 我不知道以後我會不會是 可是這幾年我一直是 是啊 所以就是我 如果他媽堅持說他是業界低 那你要去想想看 誰是誠信的人 這很重要 很重要 極效斬停板如果不誠信 那沒有意義 我們要攻擊誰 可是不要 如果不是事實的話 絕對不能說 好不好 我講的是事實 所以我到現在的位置我們要點誰 那不重要 因為我講的就是事實 好不好 來看一下 不然不公平啦 只是工作成這樣子 然後你跟我講說 哇 你看我影片我也沒有什麼 偷偷出去玩啊 或怎麼樣啊 然後哪邊啊 然後我可以錄好幾集 也沒有啊 沒有 我都是你看我都沒有 都現場live啊 對當天 沒錯 很多福利設施差一天而已啊 是不是 我是講實在話 這跟大家講 所以我都很認真在做這個行程 我們現在講話來看一下 看一下台子期 看一下 今天展123年 我還是要一樣 你記得一件事 因為他已經撐兩天了 台灣股市撐很久 撐兩天 如果今天沒有展 或者盤後再跌 冷靜一下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不會有人在那邊做多 當然你說富貴險中求值可以 我只問你一件事 萬一 納斯達克這邊對不對 再正式破體怎麼辦 再一根就好了 沒有錯吧 對啊 那小 廢半已經破體對不對 對 再一根就好了 你跟我說 台灣股市明天不會跌破2萬2 我還真的不信欸 你那邊雜牌多軍 義和團的散戶 全部都會受傷 真的記得我講這些東西 好不好 今天重電股很慘 連颱風天都上班開台 對啊 只有我業績第一 剛好而已 這社會本來成功 就在屬於最努力的人之一 對不對 剛剛就怎麼辦 我有跟你講 最外2萬3千 我一直上上去 我還是得要做多 至少我不是給你追到2萬4千 416點 叫你做多 我也不要跟你演戲 只是好像都不用睡覺 昨天凌晨2點還發文章 睡覺 7229號 你覺得我剛才講的話 那麼機車還念了那些 那些助理人員 然後研究人員 你覺得這些文章我會讓他寫嗎 不會 我讓他寫一寫以後 我還在念他怎麼改 我自己改不是比較快嗎 是不是 729號就是這樣 都凌晨對不對 729號 11點15 昨天12點15 12點10分 都發同樣的文章 同樣啊我想說怎麼一樣 因為我故意的 因為2萬2沒有破 每次都殺下去 結果找盤都開心一下 沒有關係 那個沒有辦法 那個接下來你就知道誰贏了 好不好 好 來看 老保金區 政府不跌破 我認為政府頂多護盤 可是不會硬 不要跌破2萬2 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因為我覺得你說政府 我這個不是針對政府 我覺得任何的政府都沒有必要 在剛創立新高 然後跌下去過程中就護盤 你說有沒有買 有 刻意護盤呢我認為不會 我認為會買 會撐一下 可是你說會不會 一定要 不能跌 我覺得不會 要選舉嘛 這是事實吧 好不好 努力不一定會成功 可是成功一定屬於最努力的人 沒有這回事 我就說啊 所以沒有這回事 我比誰認真 結果我不是屬於 然後最後成功的人 不屬於那種最努力的一群 真的聽了嗎 可是不成功 欸不努力絕對不成功 對 這跟大家講 對空單也是一樣 今天空單你看一下 找盤 這是昨天的 這是昨天的 一度多少 十口就672萬 3360點 昨天找盤的時候 所以萬句話說 真的在跌破2萬2的時候 真的會賺3千多點 不要怕 這就是要贏 這樣聽懂嗎 來來 這跟大家講 繼續 我一切的一切都在前面 都跟他互動 欸對今天給他留言一下好不好 今天是日圓的關係 所以我們來留言一下 緣起 一天運動時間多久 一天真的沒辦法 我沒辦法 還是我一禮拜會規定自己大概 韓仲勳的話大概差不多 五六個小時 沒有因為 不然我跑步又跑 跑步有時候跑到七八公 六七公里 那他再重訓 那就要四五小時跑掉了 好不好 重訓大概一個禮拜一次 或兩個禮拜一次 因為我肌肉長蠻快的 所以基本上我不必 我不必那個 我不必要每天都要重訓 就可以維持一定的肌肉量了 對 我肌肉比一般人長得快 好來 緣起緣滅 好 緣起緣滅 這是日圓的關係好不好 日圓的緣 百姓說今天實施嘛 沒有怎麼看啊 那個都是先行反應的 平常今天 可樂大賺 你也看太 太短了吧 扣 緣起緣 大盤缺口會回補 不要跟我講這些是是而非的 很多人告訴你 大盤缺口回補才站上去嘛 對不對 那廢話 廢話 我要站2萬4 我一定先站上23,999點 廢話 然後對了 你要厲害先站上23,999點 所以才站上24,那不是一樣嗎 對啊 像大盤要先站穩23,999點 這個缺口才會站上去24,才會變強 不是一樣廢話嗎 只是我用一點來告訴你 這個叫廢話 對 你聽懂嗎 先站上23,999點 才站上24,是不是 好厲害 我預測成功 然後站上去說 你看吧 23,999點站上去 那跟我告訴你 站上這個缺口才會攻擊 不是一樣意思嗎 一樣的 你們怎麼那麼好被騙啊 這個純技之分心的人 絕對不敢參加全國比賽 我會是跟大家 我今天要讓他變成看似批評誰 我都不去指名道姓 那不重要 因為我都知道任何分譯是在玩什麼法寶 我也不想針對誰 我只是告訴你 我都看懂 我也不去批評人家 我只跟你講事實 你覺得我批評 那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去講事實 沒有必要 我明明就是第一名 然後我要跟你謙虛說 謙虛說我不是第一名 那個不是我賽 對啊 那我的努力到底要幹什麼 可是 如果我真的輸了 我是哪一天不行人家 我也會說這個厲害 對 我也不會去亂批評人家 懂嗎 懂 緣起緣滅 緣起緣滅 日緣起都緣滅 今天還是要看日緣 晚上還是要看日緣好不好 好 還有就是今天美國股市還是要看一下 好不好 緣起緣滅 趕快趕快 留言留言留言 重點是緣滅 緣滅 日緣簡啊 緣起緣滅 本日口號緣起緣滅 熊智華你適合當大隊長 唉唷 大隊長是不是 對 微台植物 微台植物 微台植的產物多空比 這量還不夠多 先看小台好不好 ok 早上很想抖內 哲哲 早上大陪 這種你不用抖內 你不要牽托我 全部都大陪了 是不是 你不要牽托我 這個都 這種東西拜託不要參加我會演 哲哲你這樣行不行 你忘記了嗎 我會演很多 所以我不勉強你 好 來 來 喜歡我 就稱讚我 喜歡我就多點 正面思考 多點正面的稱讚 不喜歡我也沒關係 就緣起緣滅送你走 這樣就好了 不要勉強好不好 ok嗎 緣起緣滅 緣起緣滅 日文的問道 西版的問道 旺行怎麼看 叫你喊口號 你給我旺行怎麼看 絕對不回答 日圓的圓是這個圓 好有沒有 口號本的口號熊之法就出現了 哲粉就是這麼多 ok嗎 線上聊天室現在人數有指標意義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因為我最近都大概六七千 甚至一萬人 資本人數一萬人 開放天 如果今天只有三千多人 的話 那這個 真的緣起緣滅 沒有關係 沒有啦 重點是行情會 會 會怎麼樣 會是我最準的時候 會符合我預期方向 聽懂嗎 好 你看粉絲多不多 大玩分析哲哲最準 對 謝謝啦 在檢驗上看哲哲是新書 謝謝你喔 都信郭的 哲哲是神哲神 包爾又會住美股 對啊今天晚上 對對對 非得也是很重要 所以今天凌晨兩點 還有那個我剛才說亞馬遜 不知道誰 蘋果 蘋果 蘋果是後天 蘋果是後天吧 是不是 禮拜五 對啦 蘋果是後天 是明天的 臉書 臉書比較重要 是客戶端 臉書跟肺德會議很重要 高通按摩也很重要 好不好 這都是這樣子的 好不好 來原請人命 趕快 哲最厲害謝謝你 最後 最後 最後三秒鐘 最後五秒鐘給他寫 只在空手 都連拉拉天 這個看好短 你怎麼不說我還貴了兩千多點 對啊 這個 無聊的那個酸民就退散好不好 酸民退散 你可以去PTT 去PTT酸我 不要在這邊酸我 照你這樣子 你用批評我 不要準去批評所有分析師 之後片子能符合你的需求 謝謝 15小時在眼看開始 沒有錯 哇 行情也是很多 美債還能買 可以 還能買 可是你不要創新高才問我 你不要等到我賺一千五百萬 我有說過我可能一千五百萬以上走 我比較想要是兩千萬走 我告訴你 有 現在已經賺九百萬了 來我說我賺一千五百萬以上走 那現在賺九百萬我會走嗎 當然不會走 我郭忠祥是把這種投資的誠信 比生命還看得重要啊 沒錯 我如果可以做的話 我寧願下台一鞠躬啊 我零一九一九怎麼樣 我本來賺錢要走啊 對啊 結果我先賠兩百萬 算了算了 我到最後就賺錢 因為我為什麼賺錢要走 我是隔天就要走了 我有時候隔天要走 你明明覺得我出貨給你啊 是不是 一對你說我勸我不要 我本來賺幾十萬的 結果我最後 變賠兩百萬 我最好不是賺錢才走啊 是賺錢的 是不是 就是賺沒有原本多啊 可是還是走啊 所以我都不會去騙你 我預告這樣的 我告訴你每在我出掉 一定第一時間先跟會員講 當天也會跟你講 你不用擔心 會的 旁後跟你講好不好 我只能喜歡看你的節目 大班對不對 謝謝你喔 要唱哥哥爸爸曾薇達嗎 會比較好 無聊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這什麼 剛剛說你五千打底 身家喔 身家不重要啦 開心比較重要 就還仁勳是為了炒股票嗎 不是 當然不是啦好不好 哲哲現在還可以空嗎 空 這個我完全不能跟你回答 每個人 問你啊 假設你有十億 你過台銘兩千億 然後你就想要玩個一百口 可不可以空 我趕快說過台銘 趕快空啊 可以啊 你既然只有身家只有十萬 你做個大台可不可以 當然不行啊 就是好不好 今天直播六千多人 正常啊 正常啊 來我們看一些股票 看股票 00687B有沒有看到 創新高啊 不要等到突破三十一九才問我 很沒禮貌 對不對 代表你根本不是每天看我節目 懂嗎 因為錢破新高到這邊嘛 只能賺九百多萬喔 我們說我私底下還會買 有 賺一千多萬 而且崩盤會賺更多 崩盤會漲50%喔 崩盤會漲50%喔 我有時候崩盤是那種 海嘯等級的 好不好 懂 所以你看 有錢有有錢的做法 沒錢有沒錢的做法 就是都不要融資 好不好 是跟大家講 不融資 除非你的融資勉強接受就是說 你有1000萬的資金 然後暫時嘎不過來 你用100萬然後再去融資一下 這我勉強接受 可是問我不知道每個人的資產啊 所以不要問我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來講什麼 其他股票好像還好喔 有有有 還有一個 偉串喔 中華真的很慘對不對 對 再看一次 慘慘兮兮 我要強調我業績除了是第一名 我不是第一名贏一點點 我是贏很多 對啊 因為每天都有人跟我告訴我一些 營收啊怎麼樣啊 我私訊很十足啊 我不是贏一點點而已喔 所以同樣的錢 問你啦 同樣的錢你要買最好的手機 同樣的錢 你要買品質比較好的 還是品質比較差的 品質好的 那同樣的會費你要選第一名 還是選最後一名的 第一名的 那不好意思就是我啦 我都敢選賺600萬 你看有那麼人敢懸賞 我馬上去跟他拿 嗯 來新日清 你看一直跌嘛 對不對 世界今天也跌了嘛 5347 嗯 我是獲利出產的喔 對 今天也跌了嗎 欸今天看起來不太好 是尾盤硬拉欸 尾串 你看 還在跌 還在跌好慘喔 嗯 攝影機要怎麼用還在跌啊 是不是 是 你看尾串怎麼樣 我出來多少 欸沒有尾串喔 尾串喔 尾串 12啊 現在只八九十塊而已啊 好慘喔 怎麼那麼慘 星星 是不是也獲利出青 是不是 是的 3037 星星 都有寫嘛 對不對 星星獲利出青 179 遠看他柔起 遠看他柔塌 遠起遠滅 山形走勢 現在台股也有一點點像喔 哇 怎麼辦 怎麼辦 是不是山形 欸 樹有像 有像欸 樹有像 一坐山啊 再下去就更大啦 嗯 對不對喔 不要跟你開玩笑 所以現在完全危機制服 要做多也 不是在這種地方做多 就是因為很多人在這種地方做多 我佩服他勇氣 那個東西喔 不是你能決定的 美國股市不是你能決定的 所以不應該在那邊做 好不好 今天3736億嘛 也又是一個持續的新低 好 你說低量啊 都很低量有沒有看到 一直量很低嘛對不對 又是5月21號以來的新低量 你告訴我這個反彈有量嗎 今天硬是 就指著我有跌啊 可是他是 他怎麼樣 他又是下引線 他又是硬是拉 對啊 你懂不懂 硬是拉起來啊 本來起握硬是拉起來啊 硬是拉的 本來跌200點硬是拉起來 所以你要注意這個差別好不好 不論對我做我一切是預告在前面 我出清很多股票了 我告訴你 我現在我出清很多股票啊 我不希望到時候我推專案的時候 我可能會推專案 可是推專案 最有可能推專案是指上什麼時候嗎 我進場的時候 我可能買800塊 是買700塊台積電的時候 好等我進場的時候 我在推專案 你是已經不用慢一步了 對 所以最快的方式是什麼 現在參加我行列 參加我行列以後 我這一段會期我免費送給你 如果一個禮拜後才操作 兩個禮拜後操作 我這段時間送給你 再延長兩個禮拜 免費送給你 所以你一定要現在參加 7月份 不論是1234567 你就要選業界一直第一的投顧 業界第一的分析師 你也可以選我們摩托頭顧其他的 因為摩托頭顧第一名 不只是我的關係啊 你懂不懂 所以你可以選其他分析師也沒關係 不論怎麼樣你可以來電下去 080-066-8085 如果你特別喜歡我的話 你可以加我LINE 私訊我 告訴我 你有賺錢的需求 以這個LINE為主 以這些TG為主 其他的都是假的 一堆詐騙的 記得我剛才點進去後 要好友人數有十幾萬人猜 真的 那點進去沒有一個盾牌 那都是假的 假的 沒有人數都是假的 記得加我LINE 私訊我告訴我說 哲哲 我有賺錢的需求 哲哲 我詢問入位事宜 我告訴你 我這段時間的會期 進場前的時間會期 我免費通通賺給你 而且我要努力 要幫你賺大錢 不論對或是錯 一切一切我 預告在前面 去想看你要怎麼分析師 要選 就選第一名 最努力 最認真 業績最好 會員人數金額最多的分析 就是我 也預祝各位能夠賺大錢 謝謝各位 沒錯 要選就選第一名的分析師 也想要將我們行列電話 趕快撥打 0800-066-8085 0800-066-8085 我們等大家一起進場賺大錢 下次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大變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regrant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Teregrant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偷偷假帽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滿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regrant 我們的LINE跟Teregrant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